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运绵长的退休时光 阴历二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辛苦 难以从兄弟家庭获得协助与庇佑 而必须仰赖自己独立建设 中年以后运势逐渐开展 无论财富或事业都有开通发展的机会 这一天出生之人 男子多半相貌清秀 女子则具有聪明发达的命格 阴历三号升 整体大运 早年多所磨练 二十岁以后受到仙人的余泽 而有获得提拔 得好运道的机会 四十岁后运势达到高点 不但事业发展顺利 家庭生活也丰足无虑 而呈现荣华兴盛的景象 阴历四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较不和顺 形势略有脱模波折的感觉 中年以后运势逐渐提升 而能顺利发展事业 广进裁员 唯独必须留心家庭生活的相处 多有是非纷争 若是远行外出发展 则容易获得贵人相助 阴历五号升 整体大运 年少时期较为辛劳 所幸自身财艺丰足 而使学业及事业发展顺利 中年以后运势开始亨通发达 财务收入也日趋稳定 晚年时期生活安稳平顺 少有烦恼 可以说是无匮乏的命格 一例六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发展有限 事业及财富累积都有平静出现 中年之时运势仍旧平凡 即至中年晚期才开始运势亨通 为人处事之时 应多加注意 掌幼尊卑间的分纪 与人交往也应抱持 亲善和睦的态度面对 如此才能获得贵人提拔 而有发达成功的机会 一例七号升 整体大运 一生大多安乐顺心 无论在工作或财务收入 都能长保好运 使生活丰足无忧 家庭方面 亲缘关系良好 兄弟姊妹间的相处融洽和乐 且多能在事业发展上有所成就 一例八号升 整体大运 与父母亲缘较淡薄 因此少年时期 很早便离家到异地求学或发展 中年时运势顺畅发达 渴望在此时成就功名 事业发展上 赴外地工作容易受到贵人的协助与庇佑 而能顺利取得良机 事事如意亨通 是属于晚年荣华富裕的命格 一例九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与中年时期的运势较普通 学业及事业的发展 虽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却能平顺如意度过 极致晚年运势开始走强 事业及财务收入水涨船高 而自身身后的福禄 也使晚年博得的名声利禄 能够长久保存 而深受众人称道 可以说是慈悲勤勉的命格类型 一例十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来自家族或父兄的庇佑较少 因此略显辛苦波折 中年之后运势逐渐开拓 极致晚年更为振兴 无论事业或技艺发展 都能顺利且有所成就 是属于晚年安乐的命格 一例十一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开拓较迟 学业或事业表现较不突出 中年之时运势略有走低 此时虽然有意外横财的机会出现 却容易因为缺乏长远妥善的规划 导致好运经常错失而过 这段时间应谨慎小心三思而行 财源及事业的谋求与发展 才能顺势而来 晚年之后运势建区平稳顺利 算是属于具有福分 大气晚成的命格 一例十二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运势较不和顺 形势多有波折 中年之时运势开拓亨通 事业发展顺利 财务收入源源不断 个人声望与社会地位 也渴望达到顶峰 晚年时期运势持续走高 并有余力 庇佑子孙 是家族繁荣兴盛 可以说是属于福禄 丰盈饱满的命格 一例十三号升 整体大运 贵人运势相当强盛 步入社会以后 经常有机会获得贵人提拔 而能顺利无阻地获取成功 无论事业或名声 都渴望在盛年之时达到顶峰 可以说是属于金钱运势 十分强盛的命格 一例十四号升 整体大运 命中自有贵人帮助的 十四日生男女 少年时期运势普通 学业或事业发展 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 若是能够努力奋进 善加利用千金难求的贵人帮助 必渴望在中年之时 开拓自我运势 极致晚年时更可发迹显达 是属于后奋的命格 一例十五号升 整体大运 男性家庭亲缘较为浅薄 因此容易离开故乡 在外地生活发展 女性则命运略显乖喘 与丈夫缘分较浅 而容易发生生离死别的状况 以婚配命格较为硬直的男性 大体说来是属于平凡如常的命格 一例十六号升 整体大运 由于自身的学习能力过人 无论学业或课余才艺的表现 都相当出色 因此能够获得众人的瞩目 青年时期如果能够 就自身擅长的才艺领域 不间断地持续钻研 并勤于课业的学习与努力 便可使技巧纯熟 而在中年之时成功发达 一例十七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多舛 家族亲缘 来自父兄的庇佑与帮助很少 大多只能仰赖自己的力量 经营生计 中年以后运势逐渐开始拓展 事业发展上有许多绝佳的好机会 财务收入也有源源不断的趋势 是属于晚年发达的命格 一例十八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孤单 除了家庭亲缘浅薄 无法从父兄身上取得协助之外 自身颇有聪明 而导致行事容易率然逞能 也是使十八日出生之人 不易与人团队合作 或共同相处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例十九号升 整体大运 年少时期运势极佳 无论学业事业都能顺利推展 并且获得相当美好的评价 个人声望及财力收入也能同时兼得 可以说是少年得志的典型 中年之后运势逐渐趋缓 虽然没有少年时期的风光大运 但稳定地维持原有成就 倒也能够享有平稳安泰的生活 晚年以后运势持平 只要能够控制收支平衡 则渴望获得舒适稳固的退休生活 算是一生都颇具荣华的命格 因例二十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多舛 加上亲缘浅薄 家庭父兄所给予的助力不多 因此多半会在年少之时 赴外求学或发展事业 此日出生的男性尤其容易如此 步入中年后运势较有开拓 出外发展容易获得财力 而命运中的疾害虽然互有增减 索性都有贵人从中相助 晚年以后运势大开 事业及财务收入亨通发达 可以说是属于逐日昌盛的命格 因例二十一号升 整体大运 早年运势不错 学业及事业发展平顺如意 已经结婚的男性 妻子多半具备才干 对内能够掌管家中大小事务 对外也能辅助你成就功名 事业方面则因有贵人扶持引荐 而得以和谐顺利 中年之时运势由盛转平 这段时间若是做事无法全心全意 则无不易在晚年时成就显达的工业 大体来说是属于晚年之命 因例二十二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较多灾难 凡事必须经历劳苦 才能获得成功 中年之时运势持续低频 虽然中途困阻不少 但若能加倍努力 便能为自己累积实力 开拓良机 晚年时期运势突破困境 事业及财务收入大为振兴 个人声望及社会地位 也能在此时达到巅峰 生活及家庭状况 一切平顺无忧 可以说是晚年之后 名利与成就丰收的命格 因例二十三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心智浮动 不但做事定性不足 生活上也居无定所 身心无所依平的结果 使你容易与人发生争斗 各方面发展 也较没有突破性的成果 中年之时运势仍无起色 此时若能勤勉致力于事业 或技艺的发展与钻研 矫正自身的缺点 便能在晚年创造好运到 晚年以后福运到临 事业及财务收入都能达到顶峰 是属于平安福寿的命格 因例二十四号升 整体大运 生性喜好积存财富的你 天生具备理财观念 除了能够开源之外 也相当懂得节流 因此一生财务丰足 少有匮乏的疑虑 事业方面 出外发展容易逢育贵人相助 若有机会赴外地工作 应把握机会 因例二十五号升 整体大运 年少之时 由于性情较不安定 为人处事 常有评断不公的状况出现 中年以后 运势趋于平顺 只要付出努力 多半可以获取成果 晚年之后 运势亨通发达 事业及名声都能发迹显著 是属于大望兴隆的命格 因例二十六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较差 无论学业或事业发展 都必须经过十分扎实的努力 才能获取成果 中年之时 运势逐渐开通 由于处事态度坦诚而不欺瞒 因此身或上司及长辈的喜爱 而能受到极大的提携与扶持 晚年以后 运势持续走高 事业发展已趋成熟 财务收入也相当丰足 加以生性勤劳简朴 好储存财物 因而能够享有安事无忧的 晚年生活 是属于工程名就类型的命格 因例27号升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心性变动不定 且居无安定之所 无论学业或事业发展都多所阻碍 难以顺利获取成功 中年时期运势略有好转 事业发展已朝往国外教义成功 若能努力坚持到底 必可成就功名 晚年之时运势趋于平稳 生活丰足无忧 可以说是晚年成功的命格 因例28号升 整体大运 幼年时期身体较差 容易罹患疾病 青年时期运势较差 家族清源淡薄 来自亲戚朋友或家人的助力少 多半必须仰赖自己辛劳自利 才能获取成果 中年之时运势逐渐好转 事业及财务收入都有上扬的趋势 此时期所累积的财富 应以自己踏实努力所得为家 而不要贪求不切实际的投资获利 或他人之物 晚年运势平顺 生活丰足无忧 可以说是财力富足的命格 因例29号升 整体大运 早年运势较为平顺 学业及事业发展虽无大进展 却也没有大灾大难 中年以后运势开始亨通 财务收入水涨船高 极致晚年运势更为强盛 而能有余力及福音庇佑子孙 是属于幸福富裕的命格 因例30号升 整体大运 天生运势强盛 少年时期学业表现良好 日常生活上也少有繁忧 中年之时运势持续上涨 事业发展稳当 且少有繁忧困扰 晚年以后运势更见昌龙兴盛 财力及事业声明辉煌 而能享有名利双收的晚年生活 可以说是属于兴盛大望的命格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